歡迎來到4&CutGames的教學 現在繼續權力地遊戲 吸引版的遊戲教學 這部分我會講解遊戲的流程 還有Endgames 就是這樣 遊戲我們預備完之後 今天我們每個回合 會有七個階段 會做的 第一個階段叫戰略階段 戰略階段是甚麼呢 我們會有兩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就是 我們會在自己的戰略牌 把牌庫解一張出來 蓋起來 全部蓋起來 然後一起打開 好了 我們會去到 今次我們會在這個回合 我們會用回自己的戰略牌 戰略牌有些不同的事件 還有優先值 好了 如果這張你用過 你下一次用 你必須用另一張 對 直到全部用完 還未完結的話 你可以再洗勻它 再用過 對 就是這樣 好了 好 好 這時候 我們會看哪個優先值比較高 剛剛說過 我叫優先值 好 優先值高的人 你就去做起始玩家 這個回合 他就可以成為起始玩家 好 之後 然後 我們會在這塊箱子上選擇一個投行 去進行這次回合的投行 每個投行都不同 由起始玩家先選擇 然後隨時選擇 好 他拿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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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然後選擇自己的牌 即是頭行對著牌 又提示你這個投行有什麼作用 對 根本的投行 你結成投行的時候 其實也會令到你產生敵友的關係 為什麼 因為這些投行會令到你可以去到援助 或者是敵對的關係 對 自己選擇上選擇了 OK 如果你援助的 很簡單 基本上你援助的 如果敵對的話 你敵對的話 就有加分數 對 好了 然後第二個階段 我們要補牌的階段 對 那麼 我們每個player 可以在自己的 家族的牌褲上 補兩張 變為自己的手牌 對 如果你的牌褲沒有牌 那你就不能再補牌了 你的生命已經完結了 好了 那第三個階段 就是備戰的階段 那什麼叫做備戰呢 那麼 那麼 備戰和喉舌呢 就是你要去到 預備戰爭 那什麼時候預備 OK了 那你就會可以出一些牌 對 去到備戰爭 OK 那麼我們首先會看看 你的牌上面 會有些可以加錢 OK 如果加錢的 OK 你會加錢 好 如果要出牌 首先你要給一首歌 這樣可以放出來 就這麼簡單 備戰 好了 記住 如果牌是有一個concept 就出牌了 如果你用過一張牌 例如角色牌 你可能參與過爭奪 OK 那你就要環置它 那你不能再用這張牌 去到參與爭奪 好 那第四個階段 叫爭奪的階段 剛剛說過了 我們會有三個爭奪 第一個叫軍事爭奪 軍事爭奪 例如這個 OK 這個圖案 如果你要宣告去做軍事爭奪 那你的目的是什麼呢 軍事爭奪 就是為了殺其他對手的角色牌 就是殺他的角色 OK 第二個爭奪 這個叫陰謀爭奪 綠色的 就是眼的 那你這個爭奪 贏了什麼 你就可以減少對手的手牌 好 那第三個爭奪 就是權力的爭奪 OK 這個藍色的 是有皇冠的 那你為什麼要做爭奪 就是爭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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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去到15個 就爭奪 就爭奪 好 那你就在這個爭奪 家庭 你自己宣告去做哪個爭奪 的事 你可以各一做 就是你同一時間 可以做軍事 陰謀 和權力 你每個爭奪 你自己去到結算 對 上次就結算 OK 那為什麼爭奪 會怎樣呢 很簡單 就是把你那個 角色 OK 有個能力值 對 那你加上它 那如果你 大的話 就贏了 如果你贏了它 那你就 進攻失敗 那你如果被人贏了 那你如果被人贏了 那你有機會 總強度會變成零 那你就會死 這個角色會 對 好吧 OK 那我們 第五個階段 OK 那就 叫做 統語的階段 剛剛有一點點 OK 我們可以去三個爭奪 OK 那你的結果是怎樣呢 如果你贏了軍事爭奪的話 那你就看回你自己的戰略牌 OK 上面那個效能值 對 如果你的效能值是多少的話 那你就可以殺死多少人的角色 好了 OK 如果你是陰謀爭奪的話 OK 那我們就要看回那個戰略牌 上面的效能 然後我們就要棄的一張手牌 OK 好了 如果是權力爭奪的話 OK 那我們就看回自己家族上面的戰略牌 那個效能值 OK 我們要把同等數量的權力給攻方的玩家 OK 然後第五階段 叫做統語階段 那什麼叫統語階段 你剛剛說過了 你有些牌 如果用不到的話 這個角色的牌 你需要橫置 OK 這個時候 我們就 我們 然後計算 統語 我們計算 如果你的角色是未橫置的 加上它的總強值 OK 加上你的強值 OK 總加上強值 OK 然後 如果你的錢 你未用過 每一元就加一 好了 這個時候 我們計算 哪個玩家 他的總值是最高的 這樣可以贏出這個統語階段 OK 這樣可以贏得一個權力的標記 對 就是這麼簡單 好了 然後第六個階段 我們叫做重置 就是將剛剛橫置了的牌 二龍局的角色牌 參與進攻防守 這些牌 OK 我們去剩下的 才可以再用 OK 加段第七 我們叫做付稅 付稅加段就是 將我們之前 我們在金庫 即是自己拿回來的錢 新冬庫 那些錢 那些錢都很好 那就要付稅了 對 就要付錢 對 我們又變回 加段一 然後再選擇戰略 再選擇這些東西 去做 OK 那 其實金幣是 所以你最好用完它 但是 有些用不完也好 因為你統一加段 可以記起金幣值 去到 有機會拿到權力的標記 好了 那 我們會不斷重複 去做這七個加段 到最後 哪個可以最快揚到 15個權力標記 就可以贏出這個遊戲 那權力的遊戲 就搞學 就倒一倒